活动记者会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展开 包括县内知名工艺家及艺术创作家都硬要出席 每年农历春节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所 都会推出一系列与工艺艺术相关的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将从大年初二开始到初六 园区内将有各项的展演活动 有建筑物的光环境 还有我们建筑物的动态的光雕 另外也还有包括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光影的变化的展出 另外也包括一些室内的这些工艺的百年史的这样的一个展出 也有亲子的活动 包括工艺的阅读 也有这个所谓的沙坑寻宝 以陶瓷为这个标的 那请小朋友一起在沙坑里边来寻找 这个文化的这个陶瓷的遗迹 那让他们体验到工艺的一个历史感等等 这次春节期间 工艺文化园区越夜越美丽 推出夜间光雕以工艺文化馆为背景 呈现十二件具有代表性的工艺技法 还有大型造景艺术 传达自然和生命力的绿工艺精神 那另外在动态的活动方面 包括的是有这个工艺的live show 一个这个比较集体创作的部分 就是邀请的很多的这个民众 一起来集体创作 那包括我们集体创作一些灯笼 集体创作一些陶瓷创作 也有到夜间的这种光影秀 那事实上我们在线上也有一些活动 也有这个线上的影音馆 结合整个园区的建筑景观物件 共同展出 邀请民众到工艺所游玩 从早玩到晚都充满乐趣外 还有许多适合亲子一起体验的活动 那我们工艺中心 那这边有出了一些 可以适合我们亲子的一些手作课程之外 那也非常很多地点 希望说透过这些艺术之美 那希望民众来这边做一个参观 那因为其实今年也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 可能我们一些民众也没有办法出门去 所以也希望呼吁我们在地的这些民众 能够就近的来到我们工艺中心 来这边来做一个参观 来做一个游玩 工艺中心表示 春节特别活动从初二开始到初六 活动丰富精彩 若是想要了解相关的资讯 可以到园区网站查询 记者洪一伦 草屯采访报道 好 谢谢